全油管最快新闻 广东佛山急或车桥撞事故 五人死亡 幸存者李亚有掉落在船上脖子骨折 遭遇惊险 肇事船舶曾被处罚 近年桥梁维修过 李亚有在医院接受治疗 家人庆幸其幸存 岛居民生活保障得到保障 供水管道已修复 事发经过引发关注 大家为幸存者李亚有送上祝福和问候 愿他能早日康复 重返家庭和工作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